早晨,早晨,現在是早上的6時20分 昨天在雙子塔回來酒店,下了底下超市走一會,超市相當大 又在便利店買了啤酒,又回到房間喝 這間酒店房間相當舒服,很寬敞 而且每次走進來這個大堂,都是賦禮堂的感覺 因為樓底價格很高 而且我也說過,打卡位處處 當然馬來西亞6時多,外面就七黑一片 昨晚回來又遇到一些團友,當然是八卦 你又去了哪裡玩,我又去了哪裡玩 有時跟旅行團有個樂趣,大家分享一下 在旅行團的口中,他們昨天去了一個叫黑風洞的地方 這個黑風洞其實我二十多年前去過一次 跟他們現在去,他們昨天的描述是很不同的 現在就活化到,游到很漂亮,樓梯級 做得很漂亮,走二百多級樓梯上去 這樣上高又做到,沒有以前我們去的時候 濕粒粒,周圍有很多猴子 這個地方也是值得一去的 但是女士們就要穿上長裙 然後他們去了一些逛街的地方 他們又問一下我,我又問一下他們 我說,我走了去當地的街市 然後又告訴他們 他們又更加嚮往 因為有些景點,好像昨天去吃早餐的地方 因為旅行團真的一定去不了 我們自己也很開心 有些馬來西亞的朋友帶路 早餐就六點半鐘開始 我們就回到昨天的餐廳 現在還欠十分鐘 其實已經有人在吃 進來就先找個位置坐下 我也是二話不說,弄一張窗口桌 先弄一杯咖啡 其實我今早起床已經弄了一杯咖啡 這裡的早餐,這間餐廳 食物是不錯的 但是咖啡絕對是不行的 出去拿一點點東西吃 看看昨天的粉麵區 這個粉麵區是絕對值得推薦的 這個米粉和油麵都很好 值得一提還有一個 類似我們的鹹水麵 雲吞麵的鹹水麵 我昨天已經吃了一碗米粉和油麵 然後再出來拿多一碗這些鹹水麵 搭一個清雞湯吃 真的很棒 這些鹹水味我喜歡 第二樣值得一提的是 這裡的麵包 發過酒店還是發過酒店 冬甩 發包 真棒 反而這個牛角麵就有點失色了 沒有那個那麼好吃 跟著也是一樣 小朋友的最愛 熟米片區 咦 今早的麥糖 好像調轉了一把 還有 多不多做了出來 大家有沒有很想念土耳其 沙律區 跟昨天一模一樣 特別之處 有兩部工業風 這間餐廳還有一個讚賞之處 就是 它有積磨的果汁 如果來到馬來西亞 吃得榴槤多 上火 有些不太暢順 全力推薦火龍果汁 還有 我曾經說過一種 叫做五青汁 五青汁當中有 青椒 西芹 還有 青蘋果 正常來說 要加苦瓜 五青汁 對於青腸胃 都是相當之好的 五青汁 昨天還試了什麼呢 這個炸雞 好吃的 這個炸雞 很香脆 除了炸雞 還有一些 薯仔 這個 我們叫做合成煙肉 這些 有些小腸 這個就是 他們 本土馬拉人的早餐 爺漿飯 昨天都說過 他們都會 配合一些 辛巴醬 一些雞 吃 椰漿飯 不適合吃 怎麼辦 回到印度咖哩區 印度人 一早就喜歡吃飯 如果不吃飯 配合什麼 我自己最愛 粟米片 還有 有些擺設 這個 不知道什麼用途 是不是真的可以喝 早餐大致上 跟昨天差不多 最棒就是 我後面的 這個 水果 泡妃 今天我都不會跟團隊去玩 因為朋友真是勝利團團 我載你出去 鬼仔行走 吃吃當地人的早餐 約了8點出發 我也是堅持 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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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自在喝杯咖啡 喝杯茶 吃一包 我異話不說 拿了少許食物 拿了一杯 橙汁 不得不提 這個 早上都說的 Foot Punch 這個也不錯 我吃完一碗粥 臨走的時候 吃完這個 等自己的腸胃 清一清 吃多些生果 我回來 遇到自己的團友 也會遇到永安另一團 有一些團友 他也認得我 在大房裡 就吹了一陣水 有時候出來玩 就相當開心 增港建民之餘 亦是 結識到大家 又 吹了一些旅遊知識 他們是第一晚來的 我當然跟他們說 我們住第二晚 今天就離開 如果你不跟旅行團 你還是要簽一張紙 跟領隊說聲 昨晚已經找到領隊 自費節目的錢 導遊費 全部都給他們 因為我們不想去到機場 數錢 計算 昨天約了領隊 在房間 已經計算了 這次玩得上兩次開心 因為導遊 講解清晰 領隊小英 雖然年紀一點 但責任心很好 這位小妹妹 都是要給他讚好 那我就先吃早餐 吃了兩口粥 粥就一般般 主要是不夠熱 剛才切了兩塊麵包 但牛油都還未拿出來 可能時間上早 都還未準備好 那 再說一說 說一說 領隊 為何要贊任心 昨天 我回來 再找他 差不多 接近晚上 11點 那 他就說 去那天 我給他 問他 你可不介意 他說 我過來 你等一等我 他說 那些美女當然要先裝一裝 我也是很感謝 因為很明白 我們出來玩 和他出來帶團 那種心態 因為由招待到賣 其實都很累 有時候出來玩也很累 這個就給他讚好 那 昨天回來 就 在大堂 又和 那些 帝團 那些 網友又吹吹水 他說 我們也是喜歡跟團多 那 跟團 大家就感受到 我 頭三天是跟團 最後那天 就自由行 當中 兩者分別 有很多不喜歡跟團 就說 不喜歡跟團友同台吃飯 又不喜歡什麼 很多不同類型 甚至我的朋友都是 永遠都不會跟團出來玩 那 我都說 我沒有什麼所謂 團體有團體的生活 團體有團體的高興 自己玩的 有自己玩的樂趣 好像昨天那樣 自己朋友的車 就載到四處去 喜歡去什麼地方 去什麼地方 那些朋友全部都是問我 你喜歡看什麼 那我就載我去看 那 那 至於脫底 那 我也是 那一句 出來玩也是 少點計較 少點比較 放香心情 那 大家都看到的 那 那這間餐廳 甚至乎整個馬來西亞 甚至乎整個酒店 甚至乎整個酒店 那些人出來玩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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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乎一起坐在一起吃東西 在吃東西那一剎才開口罩爬兩口 你知道多熱,在馬六甲的時候天氣多熱 你戴上口罩就實在有點辛苦 有時候這些心理障礙其實都是 我自己覺得都是一種病態 好像我們一樣在土耳其玩到回來 我也是盡量令自己身體和世界適應 又不追太多了 回到酒店大堂 這間酒店相當多台灣女 你好,車快來了 放好行李之後現在就出發 現在我們正式出發 早晨早晨 勇哥又來接我們 我們第一站就去鬼仔巷 這個地方也是吉隆坡一個很著名的景點 我們先去吃東西 經過了十多分鐘車程 真的很感動,天氣很好 又沒有怎樣塞車 我們剛剛逃經吉隆坡火車站 我說這個地方這麼漂亮 我就問朋友們 這個就是吉隆坡火車站 現在都正在使用 打卡業點,很漂亮 我們轉進去後面這條街 後面有一條很慈名的 叫做慈廠街 慈廠街旁邊就是鬼仔巷 拍開了一輛車之後 都是有其他旅客過來這點遊覽一下 慈廠街那條什麼街呢 剛剛問了我們當地的朋友 都是類似香港的女人街那些 裡面都是賣一些遊客貨品 聽聞裡面有一間福建建造相當之出名 但是本地人很少去吃 大家明白了 這裏後面都是市中心一帶 咦?不是這麼巧 我們的車又來這麼巧 純粹是開玩笑 劇情需要都是說了 始終都是一個新開發的旅遊區 有其他團隊來是很正常的 頑固在馬來西亞吉隆坡四天 看到有哪些團隊 香港團隊只看到有永樂 其他團隊大部分都是 八九成都是台灣的 有一兩成就是韓國 那團隊會來哪間呢? 來到這間 下沙咀吃的 當然我們就是來看鬼仔行 絕對都是一個打卡靚點 在鬼仔行拍完照打完卡之後 那號碼就輪到我們 絕對是鬼仔行一間火紅的熱點 在這裏剛才說了吃早餐 早餐當中他們當地有一個溫泉蛋的瓷身 怎樣吃呢? 不如買黑豬有食 至於飲品就看這邊 師傅在沖咖啡在一起 我們便便上來二樓 找一張桌子坐下之後 雅九茶店 連餐牌都很有自己特色 因為這間茶店都有很久的歷史價值 坐下之後便看了一些早餐 剛才看見都拍到那些生熟蛋 通常他們會 混合黑豬有去吃 很期待多士 更加開心就是 我們便很高興 有河九海南茶店 第四代的掌門人 真是 真是 真是很開心 大家一起吃東西 吹吹吹吹 還有我們另一位蘭督朋友 你好 真是很開心 一起吃個早餐 我便點了少許食物 我便下了杯咀啡 這裏有一個很出名的叫做海南茶 大家對海南茶有甚麼認識 最好由第四代的掌門人 講一講海南茶的特色 海南茶的特色有甚麼特別呢 為什麼它叫做海南茶 海南茶裡面究竟是甚麼成份 對於香港的朋友來說 你解釋給香港的朋友 比較容易明白的話 海南茶就是熟稱的鴛羊 實際上有鴛羊 真是很特別 我以為海南茶是拉茶 拉茶 不是鴛羊 本地的海南茶 在我們河九海南茶店 有一個特色有甚麼不同呢 就是我們的海南茶裡面 咖啡的比例 以及咖啡整個用度 是比較偏重的 但是你喝到咖啡 很濃的咖啡味之餘 你在口中的時候 亦都有茶的匯金 這個一定要嘗嘗 很期待 我很開心 第一次出場是傳說中的流心蛋 我現在坊間很流行 溫泉蛋 就是這些 因為馬來西亞人的早餐 其中之一就是吃這個 然後配甚麼呢 多士 甚麼多士呢 雞硬多 現在已經相當之香了 還有一個老闆推介 這個叫甚麼 太空包 裡面也有些牛油 花生餡料 相當之期待 先吃這些包 吃你當地的溫泉蛋 要怎樣吃呢 首先就是 敲一敲 雞蛋 雞蛋 浸得漂亮 就呈現一個 好像地製滑蛋 肉片炒火的滑蛋 但是現在的網 都相當殘延 那怎樣吃呢 配一點點黑豬油 這樣就 加一點鹽 那我就不客氣了 至於 我經常都說 怎樣看一隻 雞蛋 熟不熟與否 我們又會怎樣形容呢 串一串 如果一隻蛋熟了 它又會串得好企理 如果它是半熟蛋 始終它都不會串得好企理 這樣 他們當地人一般 一次就會吃兩個蛋 飽了兩天之後 他們的基本食法 就會攪拌 攪拌均勻 攪拌均勻 一起吃 吃這個蛋 就很簡單 因為如果我吃 一斤斤就吃 很幸福 更幸福 更幸福 就是一碟 如果你想 那些女士們吃得 比較有些儀態 容易話不說 尖一點 好吃 蛋 經過一番烹調之後 呈現一個藝術品出現 你可以根據自己的食法 點麵包吃就行 就這樣吃又行 吃完蛋吃完包 當然要喝點東西 那我就點了一杯 男人咖啡 現在就試一試 下訂單的時候 你都要說明 你是要咖啡 糖的份量 小甜 或者你不下糖 都要一早說 那些男人咖啡 這個入口的味道 我真的相當之喜歡 因為我們喝了一些 港式咖啡 都是偏向濃郁 入口 帶很重的咖啡味 甘甘苦苦 這個味我真的相當之喜歡 就好像我之前做的 港式咖啡 除了咖啡 剛才老闆到極力的 推介一個 這個叫做海南茶 以老闆剛才的論述 海南茶不是鴛鴦 來的 即是奶茶加鴛鴦 可以叫做海南茶 當然我們講的 是鴛鴦 看上去 它都是偏深色 奶那裡不是太多 現在我先試一下 現在就試一試 先試一下 喝下去 它的味道 真的像我們 港式鴛鴦 鴛鴦酒糖 因為它本身 是加鹽奶和花奶 當然我要小甜版本 這個就會較深色 但喝下去真的相當很好喝 我們早餐都是習慣 多士、雞蛋、咖啡茶 但當地人他們的早餐 他們會吃一些粉麵 最特別是他們還會吃飯 做早餐 一個多文化的習俗 早餐的吃法 畢竟坐了這麼多 馬來西亞吉隆坡的朋友 我們先試一下 這間店舖 不單有遊客 連很多當地人 吉隆坡人 都會在這裡吃東西 眾多食品當中 這個一定要推薦 咖喱腸粉 你要吃這個腸粉 一定要來到吉隆坡 鬼仔巷 這裡才會品嘗到 因為香港的腸粉 永遠都不會有咖喱汁 我自己都很期待 先試一下 在馬來西亞 這裡的咖喱 我們叫海南咖喱 有偏重椰汁味 我自己都很喜歡 我們在香港 我們自己做一些咖喱牛腩 咖喱雞 其實我們的咖喱蛋 都是做一個海南咖喱 都是用這個蛋去配蛋 我們不同一些印度咖喱 所以這個咖喱汁就相當好吃 而且腸粉很滑 這間店鋪 它又相當之火紅 你不要眼哀 如果你是吃 1點鐘就很久來吃 因為兩點鐘後就收 買了就收 你看一下 它的火紅情況 多厲害 大家不要想著 有粉麵飯 成台 我就喝咖啡 吃包 但是我的馬來西亞朋友 全部都吃的是火藍粉 飯等 因為他們當年的文化 早餐是吃這些 大滿足 還吃早餐 現在就出去鬼仔過空走走 出馬來門口 大家看一下門口 還有多少人在等位 這間店鋪真的相當火爆 現在我們就去逛街了 出來是鬼仔行 鬼仔行現在都是成為一個熱門旅遊區 前身都是類似九龍城一帶的後行 來到這裏一定要和這個招牌拍照 現在就出發了 又是鬼仔行經過亭台流角 穿了橋之後進來鬼仔行 其實面積不是太大 這條行正是商鋪的後階 以前這裏都是叫做龍蛇混雜 剛才都說過類似九龍城 現在就將它活化打造成一個旅遊景點 最正就是上高那份壁畫 將一條後階 類似商鋪的後巷 後巷街打造成一個景點 但現在這些後巷的門口 可以進去餐廳 你說多開心 什麼時候都說 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 一個電影的場景更在此尺 這幅壁畫畫得相當生動 更正是說什麼 大家有沒有玩過呢 我們在童年時 那些小朋友 特別是那些女仔 就一定會玩這些挑帳根繩 一個就是充滿童年情懷的回憶 真是想不到連那些韓國旅客 都這麼喜歡周星馳 在這裏看回去 差不多整條鬼仔行的原貌就看到了 晚一點點會放好桌子出來 在後巷吃東西喝酒 根據我馬來西亞的朋友所說 以前鬼仔行這裏不單是龍蛇混集後巷 其實它還會有類似殯儀棺材埔 所以它會有一個鬼仔行的名稱 下到這裏就有一條登柱 這條登柱當然英國政府都留下來 看下這裏就有些很有情懷的啤酒 不得不提就是磨刀 這些磨刀 以前我們香港都有很多這些磨刀師傅 想不到連這裏都見到 現在特別是有個QR Code 你測試了它 有些故事會跟你說 磨刀多少錢 看完鬼仔行 其實這條行還有十幾間不同類型的茶室 這間茶室的門口已經相當正 有些什麼食物呢 嘩!蛋攤也有 還有我的至愛 嘩!炸護果 我來了馬來西亞幾天 其實都很想喝茶吃點心 除了點心特色店舖 走出來河九還是這麼多人 河九旁都是一間相當有特色 打卡的類似咖啡廁 吃雪糕的地方 又進來八客掛 看多一條圓圓上去的那些 這些旋轉樓梯真的相當有趣 這間店舖也是喝茶 吃點高點的地方 我們走出來前面就是 前面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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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就是前廠街 前廠街 前廠街是一個什麼地方 類似香港女人街那些 都是 賣一些關乎遊客的物品 周圍都是打卡檢處處的 這些很特色的咖啡廁店 後面的牆也是相當不錯 九龍冰室都有 不是拍戲的那間 這裡是城市酒店 前面不會有一間禮精酒店 星爺我來了 我發覺我身後 馬來西亞的小狼隊 我們就叫做同軍 他們真的拿著棍子上山 多厲害 一進來慈廠街 街頭這間牛肉乾 香味處處 牛肉乾配什麼 椰青 多少錢 七個雷 即是差不多十三四元 還有沙冰 金吉王 這麼厲害 味道中五 這類型的店舖 其實算是開得早的 你看回女人街 這段時間 其實香港的女人街未開店 現在他們就陸續 已經準備當中 到此一遊就遊覽一下 很高興 有些當地的朋友拿督 在對方 他們就带我們去北京 大家是最想看這些 其實我自己都是最喜歡看這些 一般來說來到磁廠街 你不會進來這些地方看 因為沒有人帶你不覺得閒進來 這個畫面是雙燈之瀨 因為吉隆坡很少地方 你會拍到有豬肉 這裡就拍到 如果對豬肉沒有興趣 那麼雞肉又如何 師傅已經在斬斬 街市有豬有雞 海鮮也不少 這條叫傳說中的馬友 蒼羽之中的王者是鷹蒼 屍頭婆真是很厲害 一聽到我說你說阿哥香港來的 她說屍頭婆你真是很聰明 我們真是演香港來的 你們的廣東話還說得好過我 豬肉當中 豬雜也不少 這些叫豬粉腸 我經常用來煲湯 豬潤 大家看看有條鹽舌 很刺激 大家的特色不同 白色不同 到處都沒有街市 現菜你見得多了 這麼粗身的現菜你有沒有見過 究竟這個可能沒有 是的這些街市很值得拍下來保留 這裡還有食物 雖然剛剛吃完早餐沒多久 但是看人家吃早餐又開始肚餓 這間釀豆腐 因為釀豆腐 傳說中的炸三寶 很高 你看看多高興 有蜜羅緊固在炸 你看看 多少人在排隊 有食品必定有飲品 海南咖啡茶怎樣沖 就這樣沖 怎樣滑 拉下去就滑 拉下去都是劇情所需 因為怎樣 在外賣 沖點水下去 這個你就真的要看著 因為這些很有當地人的特色 將它打包 打這個結 是很難會打得它漂亮 怎樣喝 抽著它來喝 還有飲品 還有很傳統的米粉 加油麵 就是辣沙 配合這些 還有咖哩 還有咖哩豬皮也不錯 咖哩辣沙 吃完辣沙 有些什麼菜 冰 它前面叫做百寶冰 類似排冰 相當之不錯 那怎樣刨呢 類似這些 這樣刨出來 加回你們自己當地的甜品 那些 今次馬來西亞之旅 去到這裡 相當開心的感恩 我什麼時候都說 出外就靠朋友 認識人就好過識字 你認識朋友 你想拍些什麼 看些什麼 好像我喜歡 走街市 看看當地人吃早餐 有朋友 不是帶我來這些地方 很開心 那走啊走啊走 走出來池狀街 這個就是相當之老字號 四眼仔鹹鴨 這些鴨是什麼呢 這些呢 都很有自己的特色 鹹鴨當然要做一杯冰喝 這個不是冰 豆漿水豆腐花 如果喝冰的 或者龍眼水 就這邊 真的很遺憾 我什麼時候都說 出來吃東西 有時候都要講運氣 不是你想喝就喝到 剛剛未開檔 羅漢的龍眼冰燉冬瓜 喝不到什麼 看我做 繼續密切留意 喝不到東西不要緊 這裡也有一條食街 這幾間店鋪 聽朋友說 都是幾十年老字號 有些漢記靚竹 有些什麼竹 我又給你的招牌吸引住 是吧 竹身刀把把理 已經這麼小了 還有些雞蛋仔都有 還有些種 慈名的蔗汁 這裡也會有 相當之感恩 今天天朗氣清風和日麗 看著一個吉隆坡最新的地標 再配合一些舊的建築物 雙影情趣 再加上一個糖水 那又如何 前面什麼呢 芝麻糊 哇 因為很吸引 這裡時間關係 準備了一些 在這裡 那些朋友就知道 我很喜歡走後欄 他們就隨便帶我走 後欄那裡 我看一下當地人的食飯 最重要 你又看到煮魚 煮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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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當開心 看人家當地人煮魚 香港的三送飯 你見得多 至於吉隆坡的三送飯 大家有沒有看過 其實都有香港的特色 最有什麼特色 蒸蛋 最重要 這個反而少有 雞蛋燜豬肉 在這邊 師傅就即場在做 不是這個炸蛋 是這個 類似韭菜煎餅 來到茶王的地方 很高興 終於又拍到 吉隆坡馬來西亞他們的茶 怎樣沖 看師傅沖茶的手勢 相當成熟 而且他們的茶壺 不是很大 一般來說 他們都會放煉奶和花奶 我們叫做俗稱酒塘 但他們在當地的飲法就是這樣 他們的沖茶手法 那壺茶 更濃郁 那些24味 很厲害 周圍漫遊客 鑽洞鑽 就翻出來 大街 前面這條 就有些單軌列車 單軌列車後面 就有一間叫做中華大會堂 大家不要想著結婚拍照 現在已經熱活化成一間餐廳 朋友就帶我們來這裏吃飯 就相當其妙 上到天橋拍下去 這條就是吉隆坡市中生 一條最繁華的道路 大家可以看到 左上右下 這邊又出 那邊又入 吉隆坡那些 他們塞車的情況 變成在日常交際應酬 今天塞車了沒有 未入到中華會堂 逃經一個印度人開的市集 都是賣一些類似三宋飯的形式 這個三宋飯是多少錢呢 不用10元的馬來西亞飯 那些印度人即時就在這裏 現在我們就點一些飲料 點飲料又怎麼說 現在有些朋友不知道在說馬來話 還是印度話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又加上一些廣東話 大家聽不明白 聽不明白的 不要緊的 看成品 第一個出場的 這麼熱 這杯是什麼飲品 都甘甘的 冬檸茶 反正是用青檸 我這個就是 枯枝肉出 青檸根吉 特別想提一提 這個就是印度式的香料奶茶 裡面就加了一個叫馬沙拉 馬沙拉的香料 很期待 我想試 這個就是相當之餵食 雖然現在是38度在外面 都很想試試當地的那些奶茶 馬沙拉的味道很特別 你想喝一口 你自然就想喝第二口 真的很過癮 好喝 但你一定要叫它小甜 這杯香料奶茶 為這裏的大排檔 多少錢 真的相當之便宜 都是三元馬費 這裏為五元港幣 這杯又更加棒 你有沒有見過 凍飲比熱飲 這杯兩元馬費 而且真的很開心 香港的網友聽到 已經很開心 因為香港的凍飲要加什麼 不是要加冰 是要加錢 為什麼說要體驗當地的民情 全部都是工友來這裏買飯 可以自己筆 怎樣計法 最低消費就是九元 看你的份量和筆你的肉類 而是用肉眼去評估你 這裏很有趣 有些朋友說我才知道 你喜歡筆什麼都可以 純粹在這裡喝茶 一會兒我們會去旁邊 中華會餐廳吃飯 看看他們當地的文化 很開心 喝完茶之後 來到我們今天五化的地方 中華飯店 正正就是我們在對面 剛才拍到白色的建築物 這個建築物 對面也是一個書院 裡面很有特色 我剛才也進去走過 走過不夠三十秒 就來到飯店門口 這間飯店 聽朋友說 都是上年十一月才開 一進來門口 首先給你這幾塊玻璃 吸引著 還有一個華麗的水晶燈 還沒進到餐廳 一進來就看到飯店的整體格局 都是以休閒和舒適為主 這裡除了大廳 還有一個獨立包廂 非常高興 留了一張桌子 讓我們一起吃飯 坐下來之後 就在我媽媽才走出來 因為我們看到了 我們剛才走過在慈廠街那張 四眼仔 這張是他們幾十年前的照片 回到我們旁邊的房間 還可以打通 坐下來之後 首先要做個雷士 我看到有張點心紙 看看有什麼點心 首先看看點心 魚翅海鮮灌湯餃 精人蝦餃 還有港式叉燒包 糯米雞 最重要的是 蜂巢帶子麗熔酥 這個就是我們粵菜當中 夜晚的酒席 一個是電堂級的菜 還有一些不同的小菜 看完點心紙之後 已經很吸引了 因為來到馬來西亞 還沒試過當地的點心 如果不吃點心 有什麼東西吃呢? 當然要看看餐牌 打了餐牌之後 有些湯羹類 這麼高級的食府 花膠、酸辣羹 花膠、酸辣羹 28元 不太貴 還有一些山珍海味 看到這裡還有一些很特色的 一些飯麵類 也是不錯的 當然 海鮮、龍蝦 也不少 很開心 帶朋友一起吃東西 先來看看 首先 一道點心 這就是褲皮卷 大家看看 鮮蝦 是爆蝦的褲皮卷 真的充滿了 很多餡料 我們先吃東西 有一點心 做一些菜 這個 他們當地叫上湯燕菜 我們在月菜當中 做法 我們多數叫三色蛋 或者三蛋燕菜 大家各有特色 先試一下 這個炸蝦春捲 必定要試 菜是特別不錯 很濕 很濕 接下來是我的最愛出場 就是 福建炒麵 這個福建炒麵 大家看看我賣相 和我第二天在馬洛甲吃的 有什麼不同 我都說過 在當日那個炒麵 炒得太多 這個醬汁 你還沒吃 已經很吸引 麵頭更好 大家看到嗎 炸豬油炸 麵頭已經很香 我先吃 在點心當中 蝦餃必定要試 每天都在一間店鋪 點心水晶 這個蝦餃 精盈通透 蝦很飽 代表它 蒸的時間 拿捏 相當之好 所有肉質 慢慢吃 試了兩三樣 在這裡吃東西 環境和氣氛 相當之不錯 絕對有 香港酒店高級吃的感覺 在點心當中 這個不是燉湯 來的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灌湯餃 你看看 表面還有些刺 千呼萬喚 此出和 一個帶子炸芋角 如果我們這個 晚上我們會怎樣寫 就會寫 一個叫做 芋頭蟹盒 或者一個 芋頭帶子盒 或者如果是夾蝦 可以做一個叫做 麗蓉香酥蝦 為什麼炸得漂亮 就看外面 做到一個蜂茶 這個就 不錯 很開心 慢慢吃 又吃下又 吹下水 吃下又吹下水 最令人回味的 就是 福建炒麵 當中 上高的豬油渣 絕對是賣點 有時候 拌到麵 當你一拾入口 你就不知道 他拌了豬油渣 一咬下去 你會相當之好 這個福建麵 做得相當之出色 這個福建麵 在我們做上海菜 都是有一個類似的 我們有一個叫做上海粗茶 類似的 裡面會有些肉 有些椰菜 埋芡 然後又回家吃 但是這裡的福建麵 就會比較 就像黑豬油的味道 我很喜歡吃這個黑豬油的味道 炒麵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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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麵 開開心心就吃不到午餐 開開心的時間就特別快 特別是跟朋友又對話 離開我們午飯的地方 中華飯店 現在就向機場出發 我們走過來 逃經鬼仔巷 大家看上去後面那個建築物 現在馬來西亞最新的地標 現在馬來西亞最新的地標 像不像一個80年代的水壺電話 現在在我們這裡 坐車回去吉隆坡的舊機場 國泰又應該是停舊機場 大約約一個小時 我們坐5時45分 我們坐5時45分 已經約定了領隊 大約3時 就在機場大堂會合你們 現在準備出發了 一上車 吉隆坡的天氣真是很棒 一上車就會準備下雨 但我們上車之前 都是把那部車放了 有10分鐘 那部車在露天 它曬了這麼久 等部車開一部冷氣 吹一吹裡面的熱氣 放一放它 現在就出發去機場 經過30多分鐘的車程 我們就回到起步點了 吉隆坡機場 這次真的很開心 又跟勇哥和子余在馬來西亞會面 又帶我們去吃了很多好東西 真是麻煩你 現在就圍著衣衣不捨心情 如果有機會來香港 到時再來吃東西吹水 好 沒問題 這樣就拜拜 好 拜拜 坐國泰航班 就必定是這個機場 又較為小小 一下車就會很容易走回去大樓 其實五天的行程 就真的很快 回到機場 其實跟第一天下機 不是很久 又是很捨不得 第一就是捨不得朋友 第二就是去玩當然捨不捨不得 走一天就 一翻身進來 正正就是C區這個位置 也是約了旅行團隊集合 一進來C區 真的很掛念你 小櫻 終於到了 真的 我這兩天來團隊 都很感謝小櫻 我經常WhatsApp 你們怎樣 在哪 都是一個很有責任心的領隊 給他一個Like 謝謝 我見到他 就教我們怎樣拿位 好 我們就隨便過去 拿了機位 每次來到機場 都是百錦交集 出來玩都是幾樣東西 比較少計較 開開心心 今次就體驗到兩種 第一就是旅行團 然後就是自由行 也是穿梭了很多吉隆坡街頭 不同的飲食文化 現在就相當之開心 又探望到朋友 我相信看到這裏 都是一些很喜歡熱愛旅遊 看一隻講飲講食的網友 喜歡吉隆坡的網友 給我Like 馬來西亞的網友 就訂閱職人吹水頻道 如果兩者都喜歡 麻煩今天的頻道會員 就繼續吹水 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為止 多謝分享 多謝收看 下部影片再跟大家分享 拜拜